大家好 绿螺是非常好养护的关业植物 家庭当中最常见的就是绿螺了 不过眼熟花友在养护过程中都会出现生长完卖或者是黄叶 其实这些原因都是我们平时养护不当所造成的 我这盆绿螺从买回来养护一年没有换过盆 出现生长完卖 其实绿螺的根系是非常发达的 当绿螺的根系要满整个盆土的时候养分消耗殆尽 这时候绿螺就会出现生长完卖 叶子发黄主要是我们摆放的位置或者是浇雪的原因 摆放在厕所或者是不通风的环境都会出现叶子发黄 或者是我们平时养护当中浇雪太多 导致盆土长时间湿润就会出现烂根的情况 也是会出现叶子发黄的 我这盆大家看到了这部分根系是烂的 这部分是完整的 所以说脱盆之后我们就会看到这种情况 怪不得你的内罗养不好 就是平时浇雪太勤 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好是脱盆 把部分的根系烂掉的把它修剪掉 修剪完成之后重新换上新的土壤 在日常养护当中每年换一次盆 在生长的季节我们用初生长的足物营养液 一毫升兑一千毫升的水 每隔十五天给它浇灌或者是喷丝 能满足它生长所需要的养分 浇雪我们可以遵循一个沿着甘蔗浇透 去花市买回来的绿罗 多数是一些椰康或者是泥炭土 这些植料保水保肥能力非常强 平时浇雪过多很容易导致烂根的情况 所以花园们一定要注意 好了再见